大家好 王Sir好 師傅你好 今天是5月24日錄影 錄第128集 這集是5月26日出現 一二發嗎? 是的 一二發集 所以今天我改了名字的標題 一字記之約 吉 即是吉日吉 吉日吉長吉 好了 未講主題前 我們報告一下玄學新聞 好 第一宗 都叫做挺特別的 就是5月22日 馬尼拉有一個接近一百年的古物 中央郵局 嘩這個厲害 大火真是可惜 這個新古典主義的歷史地標 是的 這樣就無緣無故又 為何這些事真的會 由大火真是可惜 他由這個地下室開始燒 燒了七個小時 是的 差不多燒冬頂 唉 不過 這麼多火災都好 都覺得 真是幸運 沒有什麼人命的傷亡 不過那些所謂的文化 重要文化財產 保護那些都燒到七七八八 但是聽說 我閃一閃看過另外一宗新聞 就是烏拉圭那邊有個學校 好像小學 小學有燒 火災 是的 今次真的有些學生死亡 這個真是 香港也有 香港 新鮮滾熱 昨晚 新蒲崗 三級火 是的 今早才撲息 三級火 好像十米乘十米 即是一千尺 是的 爆炸 50輛電單車 銷位 是的 還有消防員 有一個消防員感覺不適 學舊的時候 總之全世界 沒事就行了 是的 沒事就行了 師傅還有 還有盜賊滿街酒 警察部已經宣佈了 最近宣佈了什麼 宣佈了 有很多罪案 就是釣魚 已經破了紀錄 其實還有很多 很多 你想想 幾十年前 香港流行的 答結金譜 標譜 那些 今年全部都發生 還有大陸 很多地方 用AI去騙人 是的 沒錯 真是麻煩你 最近又聽到什麼 AI有一張照片 P到好像 五個大廈著火 現在的AI真是混亂 沒有網管 都不知道真還是假 是的 不過我經常都說 這個世界什麼都是假的 是的 只有一樣東西是真的 假的是真的 就是什麼都是假的 是的 好了 另外就是疫情新冠那方面 又有個專家出來說 就是說 香港的疫情 就在五月頭 就已經見到頂了 嘩 好像最近 最近我身邊的人 我想有六、七成都中了 是的 接著你又看到 澳門又創新高了 每日都好像超過了 五百五十宗 就好像未到六百宗 那些專家 有時候我覺得他們 不是底位 不好意思 我覺得那些專家 有時候就好像那些股評人 有時候會中 有時候不中 所以呢 所以我是很害怕 我們這些 就是讀經濟學 或者金融 我們是不敢評 就是我是不敢評股票的 因為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那些傢伙 想推他上去 還是推他下去 不如中突股 那樣 衝出去買 總之一棍吐了 看到了吐突股 吐突股 那樣呢 每個人都很想 聽一下 你看看這個猴天堂烏嘴 又怎樣 是的 我就是想問你 師傅你是原學家 專家 我們這些經濟學家 其實是經濟學家 其實是經濟學家 那原學家又怎樣判斷呢 兩三個月前說過 這次的新冠魚波 應該要去到夏至附近 才有機會緩和 所以我建議 即是六月二十一 還有整個月 差不多 一個月很快 我們三年幾個月 多次 是的 我建議大家還要堅持多一個月 再繼續戴口罩 是的 就不要鬆懈主 是的 師傅 這個世界真的很兩極 現在 民主共和又兩極 這個世界的地緣政治又兩極 還有一件事兩極 北京早幾天好像落薄 熱到飛起 接著又落薄 這個是極端天氣 好了 說極端天氣 我又有留意到香港 因為其他國家我找不到資料 我就是由小滿開始 5月21日 平均降雨量都比過往小滿少 這個也是暗示未來香港的天氣 必定會出現破紀錄 極熱 接著又會有人在街中中暑 身體不適 那些一定要小心 不過我都聽到看新聞 就是現在很多地盤僱主 都很關心他們 當然 是的 都給他們 好像說可以有半個小時休息 如果覺得自己有些不舒服的話 真的可以休息一休息 喝多點水 買多點水 趙頭淋 是的 好了 王Sir 有件事 未講美債 又來問我 是的 不是 有件事 我想今集加一些東西 有 我又是無緣無緣看到一段新聞 不知道說什麼 好像說我沒有深入研究 你一定有 總之牽涉到關於你的事 你一定會研究 未怕過 是的 白糖 好像說什麼十一年 不知道什麼英國 美國 我都分不清楚 你見我穿件白色衣服就知道 是嗎 白糖 是的 白糖 白糖好像 我又甜 破了十一年半的紀錄 是的 對 究竟是什麼 倫敦 倫敦的糖 昨天創了十一年半的高位 每噸去到703元 即是之前未見過700元 不是 見過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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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第三季以來 是最高的 哦 即是 這個月都升了11.7% 上個月更厲害 上個月升了12.1% 哇 即是今年到現在 那些糖 是 就升了26.8% 哇 這個就是現貨糖 現貨糖 Sport 美國是炒11號糖 哦 即是他們的期貨炒11號糖 是 昨天都升到上去 26.22% 全都說美金 是 26.22% 那 跟這個52週的高位 27.41% 就很近 哦 當然收了 收低一點 收25.8% 但是相信 呢 挑戰52週新高 就是 這個機會是有的 但是呢 為什麼會這個糖 這樣飆上來呢 為什麼呢 第一呢 大哥 你想一下 很多地方 很多很多 這個世界 不可以摸糖的嘛 鹽和糖不可以摸的嘛 是 是不是呢 那聽說呢 會有一個 所謂好像2015年的情況發生呢 就是叫做 厄爾尼諾現象 哦 那有些地方呢 就會暴雨水災 有些地方就是寒災 嗯 那兩個出唐的地方呢 比如印度呢 可能會出現寒災 嗯 嗯 似的 巴西呢 可能會出現暴雨的水災 我相信 那兩個出唐 那就很嚴重 加上呢 現在的通脹 居高不下 嗯 你看到全世界只有港幣 但是每個人 你去那些地方 那些超市 很多人真的去買 買好一些東西 因為越來越貴 你看英國也是這樣 唉 我呢 就經常都跟自己說 唉 懂計算數都沒有用了 我都不知道 即是 我都計不到 唐會忽然間 飆升了 喂 你是鐵板神算來的 你這樣你都算不到 我不是 我 我就算到農作物了 沒錯 跟著有罕災 但是 我猜 我想是什麼 我猜 就是小麥 玉米 那些應該大頭 是的 原來 唐說 如果讓我知道 我都發派 所以我昨天 昨天 在我網台上 有些網友問我 是 就說 現在有很多 很多那些 玄學家 就拿那些 玄學 來算股票 有這樣 有那樣 當然 有些是害群之馬 就在那裡說 這些股票不適合你買 當然跟你八字不合 這樣也可以 那你就給我五皮 我呢 就幫你 不知道怎樣怎樣 那這些股票 就會合你 這些是騙人 就是盜賊 沒錯 騙人的 但是呢 我亦都跟我的網友 跟我的粉絲說 我跟師傅認識這麼多年 我們從來都不會 通過玄學去測股票 是 因為那天是不會讓你做這件事 是 那天是不會讓你 但是你可以用玄學 配合經濟 即是經濟學 是吧 去測究竟市 整個大市 整個大市 會是 即是 出現什麼現象 或者走什麼方向 這件事情 對 就可以了 譬如你說 譬如你說 我都算 我都算 我算到 那些肉米 那些會升 那些是去年年尾 那些已經升 對吧 我們又算到 譬如你算到 什麼會跌 我又 剛剛 我們有很多東西 是配合到的 因為有很多東西 其實 我們兩個人都是計算死數 對 對 對 問題就是 你不認識那條公式 對 對 你沒有去用心去裝載 或者用心去學習 對吧 所以我們不是去批評某些評估人 或者什麼 而是我們的經驗告訴我 和師傅 天是不會讓我們用玄學 或者術數去計算哪一日股票 升和跌 對 最接近的就是 我會看到人的行為 有可能在某一段時間 例如 頭昏老將 衝動 你曾經教過我 每次環球股市大上大落 都是一個全球性的行為 沒錯 我昨天也說過 你這個地球是有引力的 你月亮繞著地球 你每天都有潮漲和潮退 這種引力可能會 譬如水星、木星和地球那種引力 它們會影響人的情緒 是 所以 由今集開始 我就順重要求 好 因為有很多粉絲想和我 希望在這個節目中 師傅 你多介紹一些 擇日學中的好的日子 好 讓他們利用好的日子 做些事 希望以後 有好果修成 沒錯 我便答應你 好 由今集開始 每一集都加少少關於 擇日 擇日學中 有些好的日子 或者不好的日子 應該去做某些事情 或者不好做某些事情 好了 接下來 最近的5月30日 星期二 5月30日 星期二 就是墓子日 剛剛在智月裏出現 在我們玄學上 如果智月出現的墓子日 就是真真正正的大財日 大財 是的 有利於進行一些 與錢、銀交易的活動 開張、喜慶 總之如果那天做買賣 大家都win-win 嘩 我這本通勝 你們自己可以去看看 你會看到 5月30日 你會看到董公才日 只要你們看到董公才日 你就知道 師傅建議在那天 可以做些關於財的事情 這就是 第一個最接近 5月26日出街之後 4、5日 大家希望 可以計劃一下 看看5月30日 做些什麼喜慶的事情 種一些好的因 就必定有些好的果出來 嘩 師傅 我呢 就不知道 因為你說 智月5月30日是大財日 是 那我就覺得 5月29日那個禮拜 嗯 不知道是大財日 還是大獲日 師傅啊 原來24節氣 是會影響環球市場變動的 好像我們以前說過 比特幣的暴跌 和谷雨有關 我之前排過 中國和美國的八字 有些發現 他們那些八字 暗藏原機 那不是影響到國魂的興衰嗎 西國動蕩 如何捉緊投資機會 我 侯天彤 和我 黃冠一 在每個星期五的一字記之節目裡面 以玄學知識分析及預測 環球正經局勢 敗人一步 掌握市場脈搏 當每次出入醫院 殯儀館 又或者墓地之後 有什麼需要做呢 正確的方法呢 就是去之前和去完之後 都要用沉香淨化水噴一噴自己 另外噴用沉香淨化水 都可以代替坊間傳統的過火盆儀式 當大家發覺自己的氣場和正能量正在走下坡 不妨嘗試用後天和師傅特製的沉香淨化水去改善 效果可能令你意想不到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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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